啊...我可以逼耶 太強了...太強了 不愧是凱咪老師 我第一次看我的臉這麼乾淨耶 突然今天沒有黑眼圈那妳覺得 蛤...蠻像嬰兒 嗨 大家好 我是凱咪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我們的重症黑眼圈的專題 沒錯 要來拯救大家的黑眼圈 那我們今天也邀請到一位本身自帶 重度黑眼圈的女孩呢 她真的是很經典 她的黑眼圈有夠幾首 她是誰 我們歡迎 月月 哈囉 嗨 先介紹一下 那個妳自己的黑眼圈 最嚴重的都在我的臉上了 因為以前我也是看著凱咪老師的影片 然後那個鏡子想說 我到底是什麼顏色 紅色也有 咖啡色也有 青金也有 所以就集結於深 對 就是妳的黑眼圈喔 就是暗沉色素型的黑眼圈 就是有咖 紫啊 藍啊 青啊 對 褐色 茶色 很複雜 對 綜合型的色素型 所以她棘手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複合式的色素型黑眼圈 再來另外呢 她也有一些 中度的結構型黑眼圈 就是複合一些眼下的 凹痕 淚溝的地方 對 還年輕啦 對 這個輪廓凹陷還是漂亮的 可是在五年 十年後 那就不一定了 對 所以呢 這個中輕度的結構型的那個黑眼圈 因為她的臥蠶跟眼下這個 那個脂肪比較薄 比較凹 所以呢 站在不利的光線或環境之下呢 那個環境造成的光影陰影的黑眼圈 就會雪上加霜 就是我自己也會意識到 就是說我自己在看人或是看鏡頭的時候 我就不能角度太低 我會很像鬼 不能這樣 對 對對對 不行 所以有黑眼圈女生 對 要注重一下自己平常的角度 下巴大隨便圍台 對 圍台圍台這樣子 很快的 從小就這樣子 這是個妙招耶 拯救結構型黑眼圈就是不要低頭 不要低頭 盡量迎向陽光的地方 沒錯沒錯 那妳自己平常怎麼搞定呢 因為畢竟妳也是一個 妳知道 在美妝領域很有研究的 妳知道 創作者 對 黑眼圈的話 這應該算是我花 比較捨得花錢的地方 不管就是只要 然後有人說什麼有效 我就一定會去買 拿幾個來嚇嚇我 對 這個開Beauty 已經用到這樣裂開 所以光有已經可以用完了 哇塞 這是我們的那個 性保分 超級喜歡開Beauty的遮瑕膏 真的有在用這樣 以往的話 大家都是說 鮭魚橘 橘色 反正就是任何橘 所以任何橘 我也都一定會把它買回來 對 可是我覺得 那時候出開Beauty這個粉色 有讓我 就是驚為天人 怎麼會只有妳發明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 妳太晚了 哈哈哈哈 所以這一支真的一出來 大大拯救我 這種橘色其實手上真的非常的多 對 就各種的鮭魚色 鮭魚粉 珊瑚色 所有能夠解決那個 校色的 校色的都買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提料 遮瑕這件事情 最重要關鍵就是要遮得乾淨 這也是最重要 但也是最難的 要遮得乾淨 要遮得精準 要遮得就是不找痕跡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妳要先善用校色 為了要幫助大家解決那個色素 跟結構型的瑕疵問題 包含黑眼圈 還有什麼斑點痘痘什麼的 我又做了一個新的作品 終於 老師 是這個 請出我們Kai Beauty的最新的遮瑕魔術級的東西 就是 它是我們的基因校色遮瑕盤 這個遮瑕膏它一盤有四色 然後我們這次一共一口氣出了三盤 然後這個比較淺色比較明亮這個 它是針對一些比如說暗沉 蠟黃 提亮 就是妳要提亮眼下結構型的話 這一盤適合 然後在這一盤不得了 這個 這一盤 橄欖色的 我跟你講 這一個就是要針對妳的 比如說泛紅敏感 還有斑點 這一個是專門蓋斑色 它就是模仿斑的顏色 然後就讓妳的斑跟斑就是調在一起之後 對 斑也不能太白 對斑也不能太白 否則妳變成白芝麻 好強喔 這就是斑的顏色 所以它蓋上去之後就 怎麼好像中和掉了 今天妳是這一個我們的主打色 Ruby這個紅寶石 我跟你講我行走美妝界 遇過這麼多黑眼圈啊 我真的不能沒有這種顏色欸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有了它之後啊 我跟你講我應該現在真的是誰來 我都不太擔心 講那麼多 我們呢就趕快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來拯救妳的黑眼圈 好的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躍躍黑眼圈的特寫 哇塞 你看她眼下呢 有一條這個藍色的血管 這個青筋呢 就是它最難搞定的部位 它呢延伸在淚溝跟臥蠶跟蘋果肌的上方 這一道真的很棘手 當然它也合併著眼周的紫色 橄欖色咖啡色的色素暗沉 還有結構型的眼袋 淚溝也都是需要同步處理的 好首先我們先使用妝前的保濕產品 做好肌底的保濕 這很重要喔 接著使用Kai Beauty的奇蹟粉底 來做打底的動作 接著就是最重要的我們的遮瑕神器 魔術級的基因校色遮瑕盤的黑眼圈克星 Ruby 沒錯這個凱咪特調的紅寶石色呢 可以過濾掉我們最難搞定的青筋血管 可以運用呢調和的方式來調製出 最適合自己的一個濾鏡色彩 調和完畢之後 接著我們使用精準的抹刀型遮瑕刷呢 在你的血管上方或瑕疵的部位呢 精準的上色這非常的重要 千萬不要讓遮瑕膏呢上的太泛濫 接著使用珊瑚色還有鵝黃色呢 來做調和的打亮色 做第二層的校色 讓剛剛的紅寶石呢 震住我們的基底血管 這覆蓋過去之後呢 你會過濾出更乾淨的一個遮瑕效果 這樣子呢可以讓我們的遮瑕效果呢更隱形 而且呢不會到了下午 你的瑕疵就跑出來 更不會讓你的遮瑕呢變得灰灰髒髒的唷 包含眼頭暗沉的地方 眼周所有暗沉的色素呢 都可以呢同步的修飾跟調理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色素型的遮瑕的動作 接著呢我們要請出另外一盤是淚溝的神器 這一盤粉紫色調的蜜桃盤呢 它可以針對我們眼下的淚溝來做打澎 沒錯它是一個打澎神器 調和出我們的打澎色之後呢 沿著我們淚溝下方這個陰影 這個凹陷的地方來做提亮 瞬間就好像打了玻尿酸一樣 整個變澎了 沒錯真的很神奇 所以它的提亮效果真的非常的強大 解決你的淚溝或者是法令文的問題都OK喔 看這個強大的濾鏡效果 把我們眼下的色素暗沉通通過濾掉了 同時呢也把我們的結構型問題打澎了 是不是很強大真的是魔術級的遮瑕盤喔 是不是很厲害呢 好的遮完了 遮完了 不得了 妳真的很棘手耶 很棘手 欸我第一次看我的臉這麼乾淨耶 好突然今天沒有黑眼圈的妳覺得 對啊很像嬰兒 就很像很純淨耶 欸我第一次真的臉跟一張牌子一樣 欸妳真的是 欸這樣子不得了耶 對啊 欸我跟你講妳的黑眼圈呢 真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棘手 我今天下這個標啊 就是棘手什麼 燙手山魚什麼 重症 我跟你講就是想要誇大妳的問題 結果妳完全真的是重症 完全真的是這樣 各位你們不要以為說 欸月月的什麼黑眼圈好像還好 我跟你講看起來還好 可是真的不好遮 妳今天用了這個妳的主打色 也是我們的主打色Ruby的顏色 就是用這個最紅寶石的顏色去調節一點粉色 然後去把妳那個眼下綠的那條血管 而且妳是這一眼最嚴重 那個清晶超明顯 應該兩條吧 那個血管就這樣 很像兩條那個飛龍在內嗎 在下面 對 對啊 欸剛剛這個顏色超級神奇耶 對它剛下去的時候會有點離奇 大家不要怕 因為妳後面還要再調膚色去把它過色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說 欸怎麼下去紅紅的 好像是不是怪怪的 不用擔心 因為它就是要埋在裡頭 把那個顏色過濾掉 它就是一個濾鏡 然後呢這個再上完之後再把膚色調完 基本上就大致上OK了 可是色素解決了 我們的那個月月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結構 淚溝 那個淚溝就是要黑不黑的 就是在那邊有一道 就看著就是 凹在那邊拍你啊 不舒服 不舒服 然後呢 我們就還是請出了另外一盤 這個我們的淚溝盤 原本我是想幫妳省一點錢嘛 可是我覺得妳這個錢死不了 還是省不了要包色了 所有淚溝的妹妹們 我跟你講這個呢 因為我幫妳用的是 這三色去調 比較偏一點點膚色的 跟米色跟肉粉色把它調出一個 你專屬的那個淚溝色 因為淚溝提亮 有些人適合純米 有些人適合帶一點黃 有些人適合要帶一點溫度 所以就要用這三色去調節 才不會一提亮太白 對這三色完全就可以直接解決 看大家自己的比例 對比例調整出最適合你的淚溝提亮色 沒錯 太強了 太強了 不會是凱冰老師 沒有沒有 這個過程當中復步為營 真的跨妳位 測試了這個產品的極限 對真的是太感謝了 謝謝 好喔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真黑眼圈還有什麼好奇的啊 這邊頻道看不過癮的 其實妳的頻道有很多教學對不對 對黑眼圈的集結室 沒錯也可以去月月的頻道 去看她的一些精采的影片喔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妳 謝謝凱冰老師 好下次見 掰掰